《神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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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很特別的能量 它常常有一種刀子嘴豆腐心 外表很熱情 內心其實是蠻高忍的 同時它可以 可以思想 跟行為做個分離 什麼意思呢 行為可以崇重 思想由自己 它可以很熱情跟你互動 它內心它自己有判斷的標準 有一種落即落敵的能力 跟能量 所以七月份出生 它有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可能外表沒問題 內心其實已經受傷了 可能外表它是充滿熱情的 是春天 但是內表內心呢 是冬天 然後外表呢 是非常的綻放的 內心它卻是 有一種受傷的小鳥 需要被呵護的 所以基於這前提之下呢 這個七月份出生了 在根子年 金屬年 要學會一種功課 不要去拿小刀去砍大樹 或者是說不要拿小火 去燒那個大塊的金 用這個比喻來做一個行動就是 做事情的時候 不要超過自己的極限 不要超過自己的太大的天花板 太跨界的不要做決定 或者是說這個領域不太熟悉的 舉個例子 假設我要去跑馬拉松 你先跑半個馬拉松 不要一下跑一整個馬拉松 或者是說OK 我可能存款只有一千萬馬幣 我投資了一億的項目 然後我去借了九千萬 那就不要了 OK 就是你不要超過你的能力範圍 跟你的原本的積累的條件太多 否則有可能就兵敗如山島 這是我給農曆七月份 一個特別特別的注意 合理的冒險 不要無裡頭的冒險 不要孤注一字的冒險 OK 不要把雞蛋放在所有的籃子裡面 這個過程當中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有可能 兵敗如山島 或者是 整個回到原始的社會 原始的時代 所以我的邀請就是 七月份呢 在整個決定 投資決定的時候 要學會 扎更深的內功 而且不要 太大貿然的投資 以運動而言 那七月份要去學會 一下子不要去做極限運動 去蹦擊 而是先慢慢跑步 先快走 OK 就是循序漸進的 所以七月份的功課呢 七月份出生的神術 在整個庚子年 他要學會循序漸進的 拉高 拉大自己的收穫的標準 或者是能力的高低的標準 舉個簡單的概念 從優秀到非凡 它有四個階段 優秀 專業卓越非凡 所以不要奢望自己 你的成就 或你的健康狀態 立刻從優秀到了非凡 我們要從優秀慢慢到專業 專業慢慢到卓越 卓越慢慢到非凡 然而喜歡唱歌的人 他可能是優秀的 但是 只有出唱片才是專業的 出很多的唱片還可以開演唱會的 那就是卓越的 然而十個巨星裡面 可能只有一個是非凡的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你要很清楚 這是一個漫漫長路的 追求的非凡的路程 是一個邁向 從優秀到非凡的路程 不要太著急 積極不著急 所以對整個七月份的建議 就是一個積極不著急的一年 一年必須抱持這個態度 我在做溝通的時候 在做付出的時候 在做生命的轉化 新實相的那個過程當中 不要太著急 這是特別重要的 所以如果七月份 如果太著急 一下子想要證明自己 那七月份就可能 有可能會慘遭滑鐵路 所以給七月份 一個很重要的建議 不管是投資也好 不管是事業的擴張也好 不管是自己的身體狀況 更好的改善也好 或者是更好的 親密關係的改善也好 一定要記住 不要太過於高估自己 短時間能夠做到的 而是也不要低估自己 長時間可以擁有的 而是能夠更長的去經營 這個過程當中 是特別特別重要的 不要拔苗助長 要學會更深更深的 循序漸進的 先學會走 再學會跑 再學會飛 而不是一下子就學會飛 那就容易飛不起來 OK 所以呢 當然我還是學會那種 笨鳥先飛啊 就是情人捕捉 國大道其實都是鼓勵 天道酬勤的那種角色的 所以我們要學會更好的 更勤奮的 去做更深的積累 這是特別重要的 我們來看遠足 我們有一次的 做更深的努力 他想會說 更深的興趣 要注意到